那么上两个了,给大家讲到了巴巴尼德,就是海利亚学派的第二位思想家,这个第一位就是克斯洛芬迪 那么巴巴尼德呢,我们基本上把他的思想给介绍完了,那么可以说我们把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两个最重要的思想,两点 一点呢,就是他提出来的,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不存在,是吧,我们就说了,这句话如果我猛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废话 好像是一句同意反复,但实际上呢,他是有很深刻的内容的 所以我们上两个跟大家首先分析了,对于巴巴尼德来说,他所说的这个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当然,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说他所说的存在是指什么 但是通过他所说的存在的最基本的三个特征 就是不生不灭,独一无二,不变不动 是吧,这个我们就可以大凡知道,这个,这种独一无二,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东西 那当然只有思想的抽想物才是这样 是吧,因为任何具体的感性对象,我们上当时讲了 他都是处在生命变化,运动变化和杂多之中 是吧,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灭不动和不生不灭的 因此呢,从巴巴尼德这个关于存在的三个基本特征 当然还有第四个说,他是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像一个圆 是吧,被一个巨大的锁链捆绑着 是吧,这个呢,第四点呢,并不重要 前面三点是基本特征 那么这三点呢,我们说呢,就可以得见了 巴尼德所说的存在,显然不是具体的存在物 显然不是作为感官对象的存在物 是吧,因此呢,我们说 这具有这三个特点的,那必然就是一个抽象的思想 当然,至于第四点 他说,存在像个圆 被一个巨大的锁链捆绑着 这个我们说,主要他只是说 他不是说存在四个圆,他说存在像个圆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也解释了 就是因为在古代人啊 比如说我们从毕达格拉斯 从巴尼德以前的毕达格拉斯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他们认为啊,这个有限的东西 要比无限的东西好 无限的东西是无定型的东西 是吧,所以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毕达格拉斯的四个范畴中啊 就可以看到,有限是属于好的这边的 无限是属于坏的这边的 而且呢,有限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有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古希腊人呢,还有另外一个事啊 就是凡是具体的东西啊 那都是以圆为最好 为什么,因为圆和谐 圆是因为我说了 从圆面上的任何一点到中心 它的距离相对 所以正是因为它和谐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最好的东西 应该是像圆一样的 所以它只说像个圆 也就是说它是它理想中最和谐 最完美的那个东西 是这个意思 这是它的第一点 第一个思想 对吧 那么第一个思想必然就引出了第二个思想 也就是说 既然这种不变不灭 不生不灭 独一无二 不变不动的东西 不是我们感性的对象 对吧 既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的思想抽象物 因此呢,就引出第二点 就是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也就是说能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可能把它再展开说 就是说 凡是思维 凡是在你思想中出现的东西 那都是存在 反过来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可以被思维的 这两者具有同一性 当然我们说了思维就不同于感觉了 思维是概念思维 是吧 它不是感觉 所以你不能说我头脑中出现一个张三的具体模样 那不叫思维 是吧 那只是一个感官印象 是吧 那不叫思维 思维是你 你只要进入思维 你肯定是用概念来思维 是吧 当然我们到了现代 到了近现代也说 还有形象思维 那是那时候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果 是吧 那古代嘛 很清楚感觉就感觉 思维就思维 那么思维是跟感觉相区分的 思维的可能性就是以概念 为单位来进行思维 因此呢 巴姆里德就认为 凡是你能够思维的东西 那才是存在 反过来 凡是存在的东西 才是可以被思维的 是吧 那么这样它实际上是把思维和感觉 分开 就像把存在与非存在分开一样 我们在黑板上也写了 是吧 从本地的那种上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分开 对立 而从认识的那种上是思维与感觉 是吧 概念与这个感性印象之间的一个分离 是吧 所以这样呢 就巴姆里德两点非常重要的事件 对吧 两点非常重要的事件 对吧 当然 我们说除了这两点以外 当然巴姆里德还说了一些 其他比如说 他认为 能思维和原言说的东西 才是存在的 那么这实际上就又引出来了 不仅是存在于思维这种东西的 而且跟语言 所以言说 也是原来关 对吧 因为我们说思维 你用概念思维 概念肯定是要用语词来表述的 对吧 所以上班上我也讲了 我这说的都是仇向概念 但是都听得懂 对吧 因为我这说在那里 找你头脑的东西 就看思维 用概念来信 对吧 你就把我这些概念 在你头脑的后来思维 然后你就理解我说的 因此 因此呢 这个存在的东西 思维的东西 以及语言的东西 言说的东西 它是 对吧 这个当然也有 实际上我们说 巴密尼德 尽管他是反对 赫拉克尼特 他认为赫拉克尼特 是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 来回摇摆 是吧 就是存在可以变成非存在 非存在可以变成存在 他反对 赫拉克尼特这种变成法 但是呢 实际上在有一点上 他们是一般想 就都是坚持那个罗格斯 是吧 罗格斯上是一致的 实际上你看 赫拉克尼德所说的 罗格斯 就是巴密尼德所说的存在 是吧 赫拉克尼德所表述的 那个罗格斯与火的那种 附线 那种对立 当然 赫拉克尼德还要在这两者之间 寻找统一 是吧 寻找统一 但是巴密尼德那呢 就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 是吧 所以我们上场的也强调了 说巴密尼德和赫拉克尼德 不同的一点的安理呢 就在于 赫拉克尼德始终 试图在这两个 对立的同意之间 寻找统一吧 寻找统一 或者寻找统一 是吧 但是呢 巴密尼德决 坚持这两者是截然对立的 存在是存在 非存在是不存在 是吧 一个是真理 一个是意见 是吧 尽管 赫拉克尼德也有一个 贬移感性认识 强调 或者重视 理性认识 重视对罗格斯认识 这样一个寻想 但是他毕竟没有像巴密尼德那样 简单的就把感觉 对火啊这一套东西的看法 就完全持之为一套意见 是吧 因此我们说呢 他们俩之间有同一性 也有差异性 是吧 也有差异性 而呢 巴密尼德所说的那个存在 实际上就是 赫拉克尼德所说的这个 罗格斯嘛 是吧 就是那个罗格斯嘛 那么只我表述一存在 就是这个背后的东西啊 那个独一无二 罗格斯也是独一无二 不变不动 不生不灭的 是吧 潜藏在事物背后的 是吧 他决定的事物 从火和万事万物之间的来回 这个 这个 周而复始的这样一种流转 变化嘛 所以可见是一样的 是吧 好 这就是赫拉克尼德的两点思想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埃利亚学派第三位思想家 我们今天这两个堂课呢 可能都是在进行诡辩 是吧 因为他们都是诡辩学家 从希腊人开始我们讲到智子啊 都是一些很擅长于诗变的 是吧 这种诗变采取了 在古希腊时候采取一种诡辩的方式 是吧 也就被称之为叫辩证法 辩证法最初是跟诡辩连这一块 辩证法主要是一种辩论的 辩论的技巧 说话的技巧 逻辑推理的技巧 这叫辩证法 那么我们现在就接触到第一个 古代意义上的辩论法的开架子 因为我们讲赫拉克尼德 我们说它是辩论法 我们主要说它强调对理统一 是近现代意义上的这个辩论法 是吧 现在的意义上的辩论法 就讲对理统一啊 量辩子辩啊 否定是否定啊 强调这些东西 是吧 但是我们 那是从现代的观点看古人的 说罢了 和辩克尼德是辩论法的创神 但是呢 我们会要是还原了古代 古希腊的语境里边的辩论法 还原了它的原意 那就是从资罗开始 真正的 比较明确的表现出了一种辩论法的思想的 那是从资罗开始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资罗的情况 当然在讲资罗以及讲麦里说和我们待会儿可能有时间还要讲到这个普罗 普罗塔格拉高尔西亚的时候 以前呢 我有一点我要首先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听过来的一定要注意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只是注重它的逻辑推理 我们不要说这个逻辑推理 委身跟事实相不相符合 也就是说 按照我们大家 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的说法 就是我们现在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 一个标准叫实践 还有一个标准叫逻辑推理 是吧 那有些东西它不能实践的 就只能靠逻辑来推理了 是吧 那么但是呢 当这两个东西 矛盾的时候 古希腊人注重的是逻辑 是吧 他因为这个实践 这种经验呢 他确实是靠不住的 而知诺就是个典型的代表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知诺的情况 当然生平的情况 简单介绍一下 知诺这个人很有传奇色彩 是吧 他是巴蒙尼德的学生 据说这个人呢 这个身体伪烂 长得非常高大 是吧 而且相貌堂堂 是吧 仪表人才 而且这个非常狂妄 自私正高 是吧 是属于这样一个人 就是很 就是有那种天马行空啊 独来独往的那样的一种 这个 英雄心怀 何止是一种 这个 什么说的 一种圣贤情怀 是吧 但是呢 他本人呢 又不像赫拉克尼德那样 离群所聚 而是积极的参加了 他所在的 那个城邦的 这个 也是 也是这个爱尼亚吧 积极参加了 爱尼亚城邦的 这个政治生活 是吧 然后呢 后来由于这个 带领人民反对建筑吧 结果失败 后来被建筑抓住 最后处死 据说这个人 深究一副英雄气 说这个 当时他被建筑抓住以后啊 建筑要他 共诸同谋 然后呢 他当时呢 那就 这个 假意说说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然后这个建筑呢 就把耳朵凑着 跟你说 他一口就把这个建筑的耳朵给咬下来 然后呢 就说 说 这个 全城邦人民 都是我的同谋 最后来又说呢 就是你就是我的同谋 促使我们来反对你 所以你是我的同谋 是吧 然后呢 据说他最后被这个建筑啊 丢在这个大石旧里边 用那个祖啊 给捣死了 就是祖米那个旧啊 最后给 是吧 所以呢 是一个很英雄的 是属于一个 带有一种政治英雄色彩的 这样一个人物 是吧 同时呢 也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家 深屏情况 我们简单介绍这个 那么这个 资默他作为巴曼尼德的学生呢 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 创建性的观点 他之所以在哲学史上 亲史留名 主要是由于啊 他提出了一套 论证他的老师 巴曼尼德的观点的 一套论证方式 可是提出了一套逻辑推理 这套逻辑推理 就是为了论证巴曼尼德 因为大家想想 我们说巴曼尼德 当时强调 存在有三个特点 是吧 一个是不变不动 一个是不是不变 一个是独一物啊 是吧 那么不生不灭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已经证明过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巴曼尼德的老师 克斯埃罗分尼呢 就证明了 那个神 是不生不灭的 是吧 为什么呢 他如果是产生的 他就只有两种关系 他或者是从一个 跟他一样的东西里边产生 或者是从一个 跟他不一样的东西里边产生 是吧 如果从他同一样东西产生 那就不叫产生 自己不叫产生自己 如果他从不一样的东西 那不一样怎么来 那就等于无中什么能生有了 是吧 这个论证后来被巴曼尼德 重新再用了 巴曼尼德当时说 存在是不生不灭的时候 他有个论证嘛 是吧 存在为什么不灭啊 因为存在 如果他是有生有灭的 那他从哪儿生 他或者是从存在里边生 或者是从非存在生 如果存在从存在里边生 那就不叫生嘛 自己从自己生 那叫什么生呢 所以不叫生 是吧 那么如果存在 非存在生 非存在是无嘛 那怎么可能有无中生有了 所以存在又不可能中 非存在是吧 所以这个论证已经论证了 但是呢 说这个 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是不变不动的这两点 却是知诺啊 要进一步来论证的 是吧 他来论证 那么知诺啊 他的整个论证的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说 巴曼尼德当时提出这样一个思想 提出存在是不变不动的 独一无二的 这样一种思想啊 可以说跟常识是相反矛盾的 是吧 他我就说 他带有很强的 很浓 很明显的阳春白雪的这种味道 对一般老百姓 一般人来说 对一般的人来说 肯定不会接受巴曼尼德的观点 是吧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存在 都是处在运动面画中 咋多中 你就怎么能说 这些具体的活生生东西 是非存在了 而你说那个存在 相加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 是吧 所以巴曼尼德那种观点 确实我们说是带有阳春白雪的一种 精英味道 那么他必然和常识意识发生中途 那么之后呢 他作为巴曼尼德的学生 他主要就是要来论证 这个精英的这样一种思想 恰恰是对的 恰恰相反 那种常识意识是错的 是吧 他要用这种扬分白雪的哲学 或者哲学思想 来反驳 或者来证伪 那种我们普罗大众的常识意识 这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因此我说 他虽然本人没有什么建树 但他主要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这样上面做的 是吧 他主要就是了 我们说 他主要就是要 运用逻辑论证的方式 来说明了 感性知觉的结论是虚假 也就是有看法 通过逻辑认证来论证 巴曼尼德那些观点 逻辑跟你对了 那就对了 反过来你从感官获得的东西 可能还是错的 是吧 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逻辑推你的东西 可以用实践 用经验获得的结论 是下矛盾的 那么 古希腊也明远在这前景 是吧 特别是巴曼尼德的学生 他更是这样 因为他这个学说 本来是强调思想的对象 他本来就是否定感官的对象 是吧 所以之后这一条文证 恰恰又出来了说明 我在逻辑上可以推动 而这个逻辑推出的结论 和你用感官感受 人口相反 人口矛盾 那么这两个矛盾的时候 到底谁对谁错了 那毫无应用 肯定是逻辑的 可以一直对 这就叫思想的实 也很见为虚 对吧 所以他就不要 他这个 所以我们就说 政家所以从而讲 思想的对象 去立为 唯一真实中心 那么他也是运用 克赛和奔利 一开放的 对面王党 系统的论 这代歧视的基本观点 这个闺谬 我们说从克赛洛芬尼那儿 就看到 什么 闺谬和反正啊 是只有一不知 一不知之各 反正呢 就是反过来 正了以后 闺谬反过来 再回答自己的观点 对吧 所以闺谬法呢 他往往是这样的 他往往就是说 我要证明一个观点 我先不证明这个观点 我证明相反的观点 然后我证明相反观点 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反过来就 证明了我的观点 所以我刚说说了 就是反正法 比闺谬法法 是多一步 反正法 就闺谬以后 再反过来 反过来证明了我 所以他是在 他的老师的 闺谬的技术上 比如说一种反正的 那么什么叫反正法 我们具体来讲一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了 来 当然 在我说我这样强谬 就是在巴门利德 在这个资诺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本身也是用的 闺谬法 还不是反正 他直接就对他 一个观点闺谬 直接就闺谬 闺谬了谬 他实际上也就反正了 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一些观点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的几个最主要的论证 那么资诺的 他主要 他跟老师我说了 提出存在三个特点 不是不变已经证明了 那么现在主要 还有一个运动变化 还有一个杂多 就是说 他是不变不动的 他恰恰就是反对运动 他是独一无二的 恰恰他就是反对杂多吧 杂多和独一 多和一是对立的 运动和不变不动是对立的 那么 制度的论证也就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他就来反对运动 他否定运动的论证 他来证明运动是假象 第二个呢 他来证明杂多是假象 是吧 他就反过来证明 是吧 他要说明 存在是不变不动的 是独一无二的 他反过来 首先证明运动是假的 是吧 当然也反过来证明 杂多也是假的 那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 第一大类的论证 就是关于否定运动的论证 是吧 否定运动论证都很好玩 很有意思 是吧 这些论证也比较简单 很好理解 一共我们列了四个 第一个叫二分法 说二分法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比如说一个人 是吧 你要从A点到B点 是吧 那么你就首先得走他一半吧 是吧 走到11点吧 是吧 这是运动嘛 我们要从A点走到B点吧 是吧 那我们走到11点了 那我要走到11点 我又得走到0点了 要先到第一点吧 是吧 那么我要走到1点 我又得到1点吧 1点吧 以此为分一下 不断的1万1万1万 这是永远可以无限的吧 所以他说你永远就走不到B点 因为要无限的可以 不是吧 所以你对无限的 就是说 你要到这一点就得到这一点 你要到这一点就得到这一点 到这一点到这一点 到这一点就得到这一点 到这一点就得到这一点 然后可以无限的往下分 所以你永远走过 这当然同学们肯定说 他是荒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还是站在经验的立场上 来反过他 怎么样 因为你们觉得我一下走 我明明我走过去就完了 是吧 但是他恰恰是反过来证明 你那是假象 你以为你走过去 其实你没走过去 是吧 因为你要走到 你要走得转 你首先得走得转 你要走得转 然后你要走得转 你要无限的往下分嘛 分成无限嘛 他给无限小 所以你永远都走不 走不了这一段 是吧 这个当然 我就说 我们同学们在听这些观点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的那种 建立在常识 技术上的那种观点 把它去掉 去空 你才能理解他说的道理 否则的话 你要是老赛在经验的角度上 他本来提出这个论证 就是反驳经验 是吧 也就是说 从经验的角度上 我们都知道从A点到B点 一下子走过去 但是我跟你证明 他就是走不过去 是吧 那么刚才的证明和你的激烈相矛盾的时候 那么我们刚才还是那句话 重复了好多次 到底哪个对哪个出了 那他当然 我们肯定是逻辑队 逻辑是用理性推出来的 是吧 如果说你觉得我一下子走过去 那就是假象吧 是吧 那是假象吧 是吧 那你要不要说 那我就是感觉到 那你感觉是错的 真的这样 是吧 那你要相信感觉 那你就相信感觉吧 所以你是普罗大众 是吧 所以你那是下里巴人的东西 是吧 所以他就是这样 我就说 实际上这是一个 第二个吧 叫这个 阿克里 阿克里尔斯追不上乌龟 那这是个更著名的论证 是吧 他跟这个论证差不多 他说现在 阿克里尔斯 阿克里尔斯是谁啊 大家在看个特洛伊吧 特洛伊大片里面的主角 是吧 那个莎士赫克多尔的那个希腊的最大女主 他本人也是奥林匹克竞技会上的这个竞标 跑步竞标或者跑得很快 乌龟呢你知道跑得很慢啊 是吧 那么他说 阿克里尔斯是阿克里尔斯追不上乌龟 那么他是这样的 就是阿克里尔斯 A是阿克里尔斯 是吧 B呢 是乌龟 是吧 B是乌龟 那么他说阿克里尔斯 那乌龟在前面一点 他就开始追了 是吧 那么就两个一块跑 比如有个发力子的 一发力子两个就一块跑了 那么他说阿克里尔斯要追上乌龟的前提是什么 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所在的主起毛的这一点吧 是不是 这是前提吧 那肯定要到达了 先到达这一点吧 但是刚刚到达这一点的时候 他用了一点时间吧 是吧 那么这个时间里面 乌龟的也往前爬了一点 因为这个乌龟虽然爬得短嘛 他也往前爬了一点嘛 他总是往前爬了 是吧 好 然后你要追上乌龟 你又得到达乌龟现在所在这一点 那等你到了这一点了 乌龟他又往前爬了一点 是吧 然后你又得到这一点了 他又得往前爬一点 那你又到这一点又往前爬一点 因此你要想追上他 你必须到达他刚才所到的那一点 而等你到那一点的时候 他又往前爬了那么一点 所以你永远追不上他 是吧 这个也是诡辩 是吧 当然我们说 那我们知道在经验中 我们阿克里奥斯追不过一下 一下冲过去就追上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问题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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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